哈嘍 带鼠家族的车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台是Outlander 然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来改装那个避震器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之前都有跟大家板上做过直播的分享 那这台今天要施工的工作 比较不太一样的是测高的部分 测高的话呢 原来的我们Outlander的大概是 如果以我手指头来说的话 大概是5似幅的高度 那等一下 我要预计要稍微降低一点点而已 会大概四指到四指半左右 微降而已 改了避震器当然很多车友都有改 改了避震器之后 当然稳定度就会好很多了 前面的话已经装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高低软硬都能调整的 软硬的话呢 就从这个地方做调整 瞬时针呢 它就变硬 逆时针就是变软 而且KT的话 它有附上座 它有附上座 这个上座的轴层是日本口右的轴层 然后统身的部分的话 它并不是靠压缩弹簧来改变车高 是靠一般我们 这个应该是日本话旨意的吧 就是统身可调 就是从这个地方 银色的地方把它旋松之后 它这个蓝色的脚管 如果往下挪的话 整体长度就变长 它的侧高就变高了 如果这个脚管往上挪的话呢 它的整体的避震器的长度就变短 所以侧高就会变低 所以这个一般叫统身可调 它不是靠B弹簧来改变侧高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它能调高跟调低的区间范围一定会大很多 第二个啊 它调高跟调低 这个地方都没有动到 所以它的调高跟调低的整体的乘坐感觉 是都一样的 并不会因为 如果要压缩弹簧才改变车高的话 那压缩弹簧之后改变车高 势必弹簧就变硬嘛 所以它压缩弹簧改变车高的方式呢 就会让车子的高低乘坐起来感觉不一样 那统身可调就不会有这样的缺点 所以一般比较高阶的避震器呢 都是做统身可调 那这个是前面避震器 这是前面刹车嘛 前面避震器的话呢 有一些固定位置的都是照原厂的位置 这个是原厂那个油管线 还有ABS感应线的固定吊架 这个是离载串 所以离载串的话呢 就用原厂的就好了 这台车目前都还是全部都原厂 就只有来改装那个避震器 那上座刚刚有提到过了 都有附 所以前面的上座呢 就不用再拆下来 如果要拆前上座还蛮麻烦的 需要把弹簧压缩 然后再把上座拆下来 那上座万一有坏掉 如果要装到避震器上的话 就很难去了解 是原先上座有问题 还是改装避震器有问题 所以这个KT的品牌的话 就不用烦恼这个问题 有问题全部都有附 有问题当然是KT的问题 好 这个上座刚刚有提到了 上座的走厂是Coleo的 里面最主要的流动啊 DNC里面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 戒指叫 义体 叫主名友 它的主名友呢 是用意大利IP的主名友 这个主名友呢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不是 因为大部分很多的油品 都是授权来台湾在做混装 但是意大利IP主名友 它是一整桶 从意大利进口进来的 它的油品的品质很不错 业内做改装避震器 应该是占率应该有四五成左右 它的油品的品质不错 里面最主要的油风 油风的话就是 日本NOK的油风 NOK的油风有什么比较厉害的地方 像是Outlander的代鼠家族的车友 很多都有改装Tim Tim的油风的话就是用日本NOK的 所以KT的话油风也是用NOK的 语焰问价钱 这一套的话如果是KT的道路版 完工价 诶 这里能包价吗 好 偷偷包好了 如果不能包的话 下次我再改进 道路版的话 我们都是价钱都一样 都是2万6000 全部都上座啦 定位什么挖钩全部都有付了 弹簧上座 安装工资啊 定位全部就所有的费用了 就2万6000 前面的话大概便器是这样 来看一下后面 后面 右后安装好了 右后安装好了 一般 一般日系车 我们拆装工程 大概都一个小时就 但这一台 为什么会比较久的原因 来 我来看一下 因为里面要把这些拆掉 为什么改革便器要拆那么多东西 最主要呢 就是要装这两条东西 这两根东西 这两根东西是什么 这两根东西是 我们的便器是不是阻尼可以调整 但是Outlander的后面 如果要阻尼 要悬到那个便器上座的一些零件 他需要一整支便器卸下来 才有办法调整软硬 那这样是不是很不方便 车友们啊 你就没有办法自己调整 有要调整就要跑到店家群 店家把便器卸下来 再来做调整软硬 再转回去 不行的话要再拆一遍 很麻烦 所以我们设计的这个调整扭 他从这个地方穿上来之后呢 就可以车主啊 可以自己在车里面呢 做软硬的调整 就方便很多 我们不用再跑到店家 麻烦店家的技师 帮我们把便器卸下来 我要调硬三段 要调硬五段 不用就车油啊 自己从车里面就可以调整 只是这个地方呢 需要钻一个小小孔 在这个地方需要钻一个小小孔 才有办法把这个延伸的调整机构呢 把它穿到车室里面来 所以这些东西呢 刚刚那个内饰板呢 就是这一块嘛 这个都需要拆掉 才有办法呢 钻孔 把这个延伸的软调整杆 把它穿出来 才方便做调整 所以后面的拆装工时呢 通常就会稍微比较久一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 我们先看一下原厂的避电器好了 原厂的都已经拆下来了 这个前面 后面的后面的上座的话呢 刚刚跟前面一样 这些东西啊 就拆下来就不用了 就都用不到了 因为我们也有复兴的 所以这些上座的话呢 就不用再麻烦技师把它拆下来 很方便 这个铁套有点变形 这个Outlander几乎都会这样子 还有Police 如果做经常性的载重啊 到后来这个 那个橡皮呢 就铁杆 我会跟上部做杆 它本来来 这样看得到吗 它已经偏心了 这个孔径的话 本来比较靠这边的 但是载重之后 它的铁套有点变形 另外一边一样 钻洞会破坏车体缸垢 是还不会啦 因为钻的孔径呢 大概只有六七米很小一个孔 所以是不会破坏到车体的结构 那后面的话 因为车主要求 这一台后面没有要降很低啊 所以我们的 彈簧也有拉长 它筒身的长度呢 也稍微有加长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不用再拆原厂上座来用了 我们就都有附了 那如果 因为这台车也很多的车有 改的是很低的 像小猪 朱永浴呢 它的车是改到大概两指幅左右 那当改到原厂五指幅嘛 改降低了三指幅之后 它的后轮的Camper角度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外趴 外趴内趴 那这个角度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三角集合嘛 所以当它车高变低比较多呢 轮胎就会变成这个角度 变成这个角度 就会建议要改阳角调整器 所以后面的话呢 如果有要降低幅度很大 就建议要改阳角调整器 今天的话 这一个车有的 它的不用改 因为它的车高呢 只有微幅降低而已 所以阳角调整器呢 就不用做改装了 日后会有生锈一律 这个听不太懂 意思 不太会啦 一般我们只有钻一个小孔而已 那也不是浸泡在水里面 所以到目前为止是 不太会有生锈的状况 一个小孔而已 倒还好 这个是后面的悬吊部分 正常的话呢 在钻孔的那个小孔上面呢 会补个漆 让它的那个 比较不会有锈食的状况 这是后面的悬吊 后面已经装好了 另外一边好了吗 好了 这个就是后面 避电器的上座螺丝 等一下这个 就会锁起来 师傅把它延长调整机构 把它到这里 所以我们这样 瞬时针呢 它就变硬 逆时针呢 就是变软 只是它延伸起来之后的那个 一个一个段数的手感啊 会随着延伸距离的变长 而变得比较模糊 但是至少呢 比拆下来 调整呢 要方便太多太多了 所以大部分的车友呢 都还是会选择钻孔 把它做调整的部分 那当然啦 不钻孔也是可以的 现在只剩下左后 剩下左后还在施光 轮胎尺寸的话 也当然是 维持原厂的16寸 但这个2157016 我就忘记是不是原厂的规格 这是16寸的 在带鼠家族 应该是第四台 第五台有开直播 跟大家分享 所以 BN系的话 嗯 改装起来 当然会稳定很多啦 但是 最棒的方式啊 还是找看看车友 如果有改了KT的话呢 就去试试看看 看看那个 乘坐起来的感觉啊 是不是自己喜欢的 乘坐 试试车友的车 其实也只是一个参考 因为 每个人改装的幅度啊 不太一样 像是 这一台车 目前是16寸的嘛 那如果 试试车友的车 是19 或者是20寸的之类的 它的路感呢 就会 就会 操控性当然更好 那 路感也会更明显 所以 试试车友的车呢 也大约了 都只是一个参考 都是一个参考 都是一个参考 那今天的那个安装 其实差不多告一个段落 等一下就只有剩下 车高的微幅调整 如果车友们有需要试试 可以私讯给我 或者是到 那个KT Racing的粉丝团里面呢 找小编 他们会帮你安排 还有板上有很多的车友 都是装KT 也可以找车友试试看看 对产品 或者是对 这些底盘改装有问题 也可以私讯给我 谢谢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拜拜 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大家